小说中关羽一共用23场单挑 哪些是符合历史的 哪些是纯属胡扯的 又有哪些是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的呢 在一条条来看 第一条一回合讲陈远志 史料里没有陈远志这个人 有人说了 那就得瞎编的呗 别急 我们这么来想 首先刘备军打过黄金军 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 但是我们假想 在刘备打黄金军的时候 关羽展过一名或多名黄金军将领 这个合理吗 应该合理吧 只不过是不知道这个将领叫他们名字 罗冠中给他编了个名字 叫陈远志 所以这一条书与合理猜想 关羽温九斩华雄 这就纯属胡扯了 华雄是孙监军斩杀的 并非关羽 第三条三英战旅部 三国志无记载 又有人说了 刘备根本没有参加过陈远志 大错特错 刘备参加过 我们来看三国志先主传 裴松之引用的英雄记记载 林帝末年 被常在京师 后与曹操聚还佩国 招募合众 惠林帝奔 天下大乱 被翼起军 从陶董卓 这就是我常说的 刘备在京城邂逅曹操 京城的爱情故事 然后一起去曹操家 然后一起陶董卓 所以既然刘备参加过陶董卓 那吕布也确实阻止过反董联军 有没有一种可能呢 刘关将真的和吕布大战过呢 所以这属于合理猜想 下面一个 十回合斩管汉 管汉确实围过北海 刘备也确实救过北海 但管汉一看到刘备军来了 就跑了 这是历史 但是罗冠中觉得呢 太可惜 主角团没有捡到经验值 怎么能让经验包跑了呢 就让关羽 砍了 管汉 三十回合退纪林 史料无记载 纪林是袁术的大将 刘备军和袁术军交战过很多次 在打仗中 关羽和纪林对战 不是没有可能 输于合理猜想 一回合斩狗阵 史料里 亚军没有狗阵这个人 小说里 狗阵是袁术军的将领 这个和陈衍智有点像 刘备军和袁术军 打过很多次 关羽在战斗中 斩了袁术的将 这个是有可能的 只是不知道将叫什么名字 作者给起了个名字 叫狗阵 顺再说一下 在水浒传中 梅染宫诸童 斩过一个将 叫寻阵 可能是超错了 应该两个多次狗阵 有的说 为啥不是两个多次寻阵呢 因为罗冠宗有个仇人 叫狗儿 身份是平章正式 狗儿 平章正式 狗正 有的说真的假的 施能安 罗冠宗把仇人 写进水浒传三公眼印里面 属于常规操作 狗儿不是第一个 合理推断 数回合斩车咒 历史上 刘备军 骑袭徐州 杀死了徐州 四死车咒 没有写车咒 是被谁亲手杀死的 罗冠宗设计成是关羽 书语合理猜想 一回合 秦王中 史料里记载 王中军去打过刘备 但被刘备俘虏了 具体过程不详 小说里记载成是被关羽 合作 书语合理猜测 十回合 拜夏侯敦 史料无记载 小说里是曹操 请关羽这么一段 夏侯敦占关羽 这个不太合理 夏侯敦 大部分时间 和巡御负责首家 曹操来袭击刘备 不会带夏侯敦的 夏侯敦走了 谁看家呢 所以这个猜想不合理 回合不明 击败徐徐徐晃 史料无记载 但这个 属于合理的 曹操在停关羽的过程中 有可能派徐楚和徐晃 来攻击关羽 书语合理猜想 回合不明斩年良 这个百分百史料记载 关羽在万军中刺年良 但回合斩文丑 这个纯属胡扯 文丑是寻忧用的计谋 徐晃军斩杀 和关羽半毛钱关羽都没有 过五官斩六将 这六将三国里 亚本就没有记载 再次这个地理位置不合理 关羽绕了一大圈 再次按照史料记载 关羽回归到刘备这里 不是刘备在河北 而是刘备在河南 在辱南 所以整个一系列 全是瞎编 没有任何合理性 夏侯敦一个首都市市长 不在首都好好待着 来追你关羽干什么 就算非要需要人去追关羽 也不会是夏侯敦 回合不明斩蔡阳 蔡阳历史上真有这个人 但事迹不一样 历史上是刘备军 联合了辱南军 来偷袭许都 曹操的首都 曹操在主力军团 全部压在关渡 无法抽身 于是派了个二流将领蔡阳 来阻挡刘备 被刘备斩杀 小时候你写成古城会 张飞不信任关羽 恰好此时蔡阳赶到 关羽斩杀了蔡阳 以正清白 这都哪跟哪 蔡阳是什么 是保卫首都的英雄好不好 人家在蔡野的英雄 小时候你被你写成了什么 嫉妒关羽的声望 怒气 要一决高下 成了个冤死鬼 这个高度境界差太远了 回合不明 败越境 这个是可能的 曹造军刘备军交战无数次 说其中有一次 关羽击败了越境 完全有可能 合情合理 而且赤鼻之战后 关羽摇领襄阳太守 他的任务就是攻打襄阳 而守卫襄阳的 就是越境 很合理 三回合斩阳陵 首先三国志没有这个人 其次 刘备军在收复 金南四郡的时候 史料里说的很清楚 四郡的投降的 只有武林太守 金玄是被刘备军袭杀 其他地方没有记载过战斗 可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战斗 因为当时刘备 是打着刘齐的旗号 刘齐作为金州之主 在金南四郡看来 投降刘齐 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呢 不到一年后 金州刺史刘齐 莫名其妙死亡 刘备成为了新的金州刺史 金南四郡的太守 金玄被袭杀了 也有可能是这个时候被袭杀的 剩下三个太守 刘渡和韩玄下落不明 赵范很聪明 提前意识到有危险 先想依靠赵云 要把自家的美丽大嫂嫁给赵云 赵云不买账 他慌了 然后神秘消失 从此杳无音讯 可能是逃走了 这台的赵范 要把嫂子 嫁给赵云的真相 从这个角度来看 长沙军是不会与 打的刘齐其号的刘贵军作战的 再次 关羽这个时候的任务 是绝曹仁的北道 不太可能出现的长沙 所以这一条完全不合理 下一条 一百回合战平皇中 和上面一条一样 长沙无战事 关羽皆北道 完全不合理 下一条 一回合战夏侯存 三国治理没有这个人 这段是关羽为凡臣的时候 曹仁手下有个将领 叫夏侯存 被关羽斩了 同理想象一下 关羽为凡臣的时候 斩杀过曹仁的将领 何礼吧 只是不知的叫什么名字吗 罗冠仁就编了个名字 属于何礼猜想 一百回合凭庞德 历史上记载 庞德和关羽作战过 庞德还一箭 射中过关羽的额头 所以小说里虚构成 他让交战的一百回合 属于何礼猜想 一箭射死成河 成河三国志确有其人 跟庞德是一起的 没有写结局怎么样 小说里虚构 说他被关羽射死了 也属于何礼猜想 八十回合凭许晃 许晃大战关羽 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何礼猜想 三回合在潘章 历史上确实是潘章 负责堵截关羽 这里设计成 关羽击败了潘章本人 也合理 不过最后潘章军 灭了关羽军 总结一下 百分百符合历史的 就一条关羽斩年良 占百分之四点三五 猜想不合理的 八条占百分之三十五 合理猜想十三条 占百分之五十七 简言之 关羽小说里的战斗记录 纯属胡扯的 占三点五成 记住了啊 以后再来跟吹牛说 三国演义里面 关羽斩将并非都是胡扯 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占三点五成 好单挑讲完了 我们继续看三国志 书接上回 这是关羽传的第五集 没看过前四集的小伙伴 可以把前四集补上 咱们回来继续 蜀记曰 关羽与徐晃复相爱 看见没有 关羽和徐晃是相爱的 其实这个写着不严谨 应该是 关羽张聊徐晃 三个人在曹英的时候 相爱的 为什么呢 三个山系人 三个降将 能不相爱吗 摇贡宇战场上远远的聊天 但说平身 不及军事 说点以前的事 咱不聊打仗 不知道聊了是不是 小肚手机好用啊之类的 聊了一会儿 徐晃突然下马宣布说 得关羽长人头赏金千金 关羽惊呆了 对徐晃说 大兄 你咋这么说话呢 徐晃说 这是国事 蜀记曰 孙权派遣将军袭击关羽 获得关羽 关平 孙权想招降关羽 用来对付刘备曹操 左右曰 狼子不可养 后必为害 当年曹操没有杀关羽 结果成为心头大患 现在需要讨论 要不要迁都 今天怎么能让关羽活下来呢 于是斩了关羽 裴松之认为 按吴书说的 孙权派遣潘章 堵住关羽的退路 关羽一到就斩杀了 而且领取到江陵 有两三百里 怎么会有时间 不杀关羽 议论关羽的生死呢 而且孙权还要 劝降关羽来对付刘备 这咋可能呢 有智商的人表示 无话可说 裴松之认为 压根没有孙权 欠降关羽这么一说 就是潘章抓住了 关羽 关平立刻杀了 吴立约 孙权送关羽的头 给曹操 然后用诸侯的礼节 后葬了关羽的尸身 注意啊 这里有个误区 很多人认为 是曹操拿到关羽的头后 按诸侯的礼节 埋葬了关羽 其实不是 是孙权埋葬的 史书写得很清楚 藏旗尸涵 曹操哪有尸涵呀 尸涵在孙权手里 孙权这一招很高明 你看 杀了关羽 把头送给曹操 这啥意思 曹操让我杀的关羽 我杀完了 向曹操汇报 然后呢 我孙权很尊重关羽的 我是按照诸侯的礼节 后葬了关羽 有人说 这是做给刘备看的 把脏水泼向曹操 但是刘备傻吗 孙权这种小心思 刘备看不懂吗 有人说那孙权傻 他认为这么做 刘备就会记恨曹操 结果刘备 不是来为关羽报仇了吗 孙权傻了吧 这都是把君主的手段 当小孩来闹来看了 这种手段 不是迷惑同高度的人了 是迷惑下面的人了 孙权现在站在荆州 虽然关羽军投降了 荆州本土士族也投降了 谁能保证 他们对关羽没有一点点感情呢 万一投降是局势所迫 等缓国进来 为关羽复仇 四处叛变 孙权怎么弄 扛得住吗 但孙权这么一弄 别人会讲 你看孙权是为曹操打工的 是曹操要杀关羽 而且孙权是用诸侯的礼节 来埋葬关羽 说明孙权对关羽是很敬重的 刘备找孙权报仇 那是找错人了 怎么能到孙权报仇呢 看懂了吧 孙权傻嘛 高层的手段是来骗凡人的 最后追视关羽 为壮谬侯 是壮谬侯 还是壮木侯的问题 我在主公排名 刘备天里 说的很详细了 不再阐述了 再看 蜀记曰 关羽出兵为凡尘的时候 孟健猪咬了自己的脚 他对自己的儿子关平说 我今年感觉自己的年纪大了 怕这次回不去了 孙权表示 你礼貌吗 骂谁就是猪呢 再看江表传记载 羽号左侍传 宋永略接上口 说关羽喜欢左侍传 也就是春秋左传 朗读和简要的叙述 都朗朗上口 有个人叫左秋明 他写了本史书 叫左侍春秋 所以关羽最爱读的是 春秋时代的历史书 最后说关羽的儿子 关信继承了爵位 也就是汉寿亭侯 蜀国只有关羽一个人的侯 是东汉的 其他人的都是蜀汉的侯 关信自安国 关安国 19岁之前名声不错 19岁之后 若冠也就是成人礼 被分为适中 原本适中是高官 再往上升 就是上书令了 就是上书台的一把手了 但至多新时期 丞相的权力太大 所以这个时候的适中 是有名无实的荣誉官职 高工资没权力 不然也不会让一个 刚19岁的小孩来干 然后关心成为了中监军 这个关系啥呢 蜀国后期打仗 无论你是什么将军 都是虚的 那都是领功自用的 真正的实权是什么呢 是丞相幕府的官职 丞相幕府最高的是军师 魏延后来就是前军师 然后是长使和司马 杨仪就是长使 所以两个人杠起来 因为身份差异不大 然后是监军护军 典军参军四阶 每个阶里面就按照 中前左右后的顺序 这里中监军是最高的 关系就是中监军 仅次于杨仪的长使 比如赵云是中护军 啥概念呢 中监军关系大于前监军 大于左监军 大于右监军 大于后监军 大于中护军赵云 几年后就死了 然后关系的儿子关统 也就是关羽的孙子 继承了汉寿庭侯的爵位 并且娶了公主 也就是阿左的女儿 关职到了虎奔中郎将 也就是进军将领 关羽的孙子 关统死了过后 没有儿子 看来公主没有生出儿子来 那怎么办呢 谁继承爵位呢 用关系的数字 就是不是敌富人生的儿子 叫关夷 来继承汉寿庭侯 最后蜀记曰 庞德的儿子庞慧 随忠惠振爱 讨伐蜀国 攻破蜀国后 终备赴报仇 将关家灭门 按照史书记载 关家是无后的 但是民间不接受 认为大英雄关羽 怎么能无后呢 就编出来一个 说关羽 还有个三儿子 叫关索 怕关索也无后 再给关索编了四个老婆 其中就有著名的抱三娘 还有闷祸的女儿 还有一对王家姐妹 就是怕关索没儿子 给你编四个老婆 总能生出儿子 能延续相活了吧 有人说不对呀 抱三娘在四川县制里 是有这个人的 是个女将 而且抱三娘还有墓 这个争议就很大了 有人认为 抱三娘一系列 都是伪造的 为了证明关羽有后 也有人认为 抱三娘确有其人 但是不是关索的老婆 压根就没有关索这个人 好了 关羽传到此结束 下期开始 我们来看张飞传